大家好,我是茶米 今天是2020年10月7号 周三,现在是上午的9点25分 室外的温度是零上14度 天气是个多云的天气 我家米茶现在在院子里面又准备再剥白菜 今天我们计划呢,待会就去考试 考这个驾照的卸茶考试 今天刚刚做了一下题 到这里吗? 我做像你吗?今天茶米去考 考什么呀? 空气刹车里面老师 Aerbrake knowledge 不,endorsement 应该是 家里都是满分啊,那去了那里还能? 我从来没考过吗? 都会出一个,就出一个 这一个2点25分呀 也就是90分和99分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 来到了我们的这里的 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管理 应该是叫做车辆管理所吧 考驾照也在这边 在这边 考驾照,车牌啊 所有的这个车辆是5度是在这里的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私人机构,你知道吗? 那两个就是专门的就是 准备是四序的能源 里面的工作能源呢 刚刚出来呢 就给我们就是登记了一下 从这记忆关系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七场考试的 理论考试的一些细节 第一个呢就是说 它是20道题 对16道就通过 这次我是没有通过的 因为那个题库里的题呢 我没有发现一题跟它是相同的 没有一题 只能看那个82页的那个Airblock menu 没有一题相同的 没有通过 啊? 没有一题相同的 那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当时呢就联系了当地的驾校 他跟我们详细就是讲解了一下 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我现在分享给大家 在罗伯斯沟下呢 去考取大卡车驾照呢 是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呢你自己要通过 这个Level1就是Class1的这个 理论考试 也是15块1毛5的这个 就是书面理论考试 大卡车驾驶手册呢 是在这个当地就是 考试中心是有卖的 或者是你自己在网上下载PTF的 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它的就是相关的考试资料 也有模拟题 这个是有模拟题的 你也要去找或者是驾校 也可能会提供给你 在这个考试 大卡车驾照理论考试通过以后呢 你就可以去报名参加一个 气沙的理论考试 这个气沙的理论考试呢 有一个82页的就是 Airbreak menu 这个PTF的文档 这个里面呢 所有的考试内容 都是在这个里面有的 但是呢 就是我那个仅仅是个就是 那个四个题库仅仅是个练习 不是考试内容的题目 这个是当时就是我们的理解的错误 所以说呢 必须通读这82页的这个 Airbreak menu 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你要通读熟悉 考试的是20道题 你要对16道题 时间限制是45分钟 你就应该考完 考试的费用也是15块1毛5 在这两个考试 你通过以后呢 你就可以去报名参加 它三个月的 气人驾校的三个月的一个 就是大卡车驾驶的一个培训 这个培训里面呢 包括了一天的气沙 实际操作的一个培训 8个小时的 所有的培训完成以后 你通过了录考以后呢 你就拿到了大卡车的驾照 但是呢 驾校呢 跟我们提到最重要的一点 他建议呢 我们跟以前的惯例是一样的 要有运输公司预招收我们 然后呢 我们再去学这个大卡车的这个培训 通过考试以后呢 直接去运输公司呢 做学员 这样呢 虽然说工资很低 但是呢 对我们的这个驾驶经验的积累啊 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只有这些预招收的这些运输公司啊 愿意接收这样 像我们这样的 假如说你考过了驾照的这样的新的一个卡车司机 他们 只有他们才愿意招收 信息至于自己去找工作 是很难找到长途卡车司机的工作的 所以说这些消息给到我就是展示 我就是先把这个82页的这个Airbike的这个 menu的这本书呢 先去就全单学英文吧 先去把它看熟吧 另外呢 也在等待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新的这个 就是运输公司的一个招聘的一个名单出来 出来以后 我就去把这些的简历投给他 看看他会不会预造受我们 假如说会预造受我们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吧 因为这个 卡车驾照的这个考试啊 就是class1的这个一级卡车驾驶考试的呢 这个理论考试是不会很难的 难的呢只是这个Airbike的这个理论考试 他们说会很难很难 所以说我今天呢 能就是讲大概看得懂一些 所以说一些理论性的一个尝试性的东西 我应该是就是讲会知道一些 对了八个题目二十题也不错了吧 我对自己也是蛮满意的 没有一个题目是那个上面的 关于就是大卡车驾照这一块 我就分享把自己的经历就分享这些 给大家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零五分 我叫那个马达哈的小朋友呢 又错过了小车 所以说呢 我现在开车去把他接回家 中午回来以后呢 吃过午饭以后呢 就打电话去我们这边的Essence 就是那个移民安置的一个 培训的一个机构 就报名再参加他的那个Essence 语言的学习班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有的这些都是Essence的学习呢 都是上网课 我呢就报了一个夜班的 因为我前几天呢 去面试了另外一家公司的工作 所以只能是参加这个Essence 的这个夜校的一个 夜校的一个学习 但是呢 对方给到我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结果呢 他说他们可能要一个月 或者是两个月以后 才有空余的位置 给到给我去上夜校 现在只好就是先把这个 Air Black Menu这本 八十二页的PDF文档 这本手册先把它 作为英语学习的一个教材 来看一看了 只能是这样了 在这里啊 语言这一关是一定要过去的 你的假的说语言好的话呢 你的工资水平就会高一些 而且你也不会局限于 这个很小的一个圈子 你就会圈子就是会更宽广点 毕竟是一个 英语环境的一个社会嘛 所以说这一点是我自己 也必须去面对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就现在就报名 还是要去上堂课 这样可能会就是假 对自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也有很大的帮助吧 因为今天去考试就是 有些是似是似而非的 因为就是英语不怎么很强嘛 所以说就题目就做不出来 其实很多题目都是 应该说是很简单的 不会很难的 好吧 今天就分享这一些 谢谢大家来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